哈囉大家好我是賽哥 歡迎收看 不是有點小丸子 也不是有點小叮噹 而是有點小新的單元 快樂星期一 星景Holy Lee 上個禮拜播出之後 受到廣大的迴響 很多觀眾因此心情快樂 那當然有一些觀眾的朋友 因為分享過後 他可能 這個心情有點當下 但是那是有原因的 後勁還沒到 這是右邊 Let's ride 這是Go Let's go 我今天要跟大家直接切入主題 分享 怎麼樣讓自己快樂的方法 直接就讓你快樂到不行 馬上起來走 喔 快樂到不行 OK 我一直以來 我這個單元 從真實故事 去跟大家分享 這個也是 他是從古代流傳的一個招數 古代到我發現的時候呢 這中間是失船 你下雨天的時候 在那邊玩船接球 怎麼樣 失船 那假設說 下雨天你的船 失船 下雨天跑步 失船 失船 好的 宋代的時候呢 有一個忠誠 叫做文天祥 他那時候 跟他的士兵 在方飯亭吃飯的時候呢 被敵方抓起來了 被抓起來之後呢 他就留下了這八句話 這八句話呢 前面大家可能比較不熟悉 但是後面兩句大家很熟 人生自古誰無始 留取擔心照漢青 今天這個故事我們就不深入探討 我今天主要是要講漢青這兩個字 應該大家國高中都有學過 不過我這邊再講一次好了 青呢 就是青竹以前的人沒有紙的時候 就是把想寫的東西 刻在這個竹片上面 但是竹片裡面有水分啊 這樣不好刻 他們就會把青竹呢 烤一烤 在烤的過程中 那個水分逼出來 會很像漢的感覺 所以他們就稱之為漢青 那漢青之後 也被借貸為史冊 烤青竹的這個過程呢 其實就是現在大家很常講的殺青 那到底跟我們今天要講的快樂方法 有什麼關聯 關聯來了 我在背絲的時候 我就想說 欸 有人噴我水嗎 怎麼背絲絲的 噢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說我在背這首詩的時候 我想到快樂在裡面 就是在裡面 假設我們現在水手 身邊 有一本 TOKYO東京的20個理由 這樣的一本好書 我們就用手一直把它摩擦摩擦摩擦 摩擦到最後呢 很燙對不對 它會跑出一個水出來 這裡跑出水之後 馬上把那個水喝掉 你就會快樂起來 因為那個水叫做樂不可知 噢原來是樂不可知的部分 噢這樣拍書的感覺 聲音很奇怪 不過呢 大家沒事的也可以買買書 比如說這個木耀也出新書啦 我在103月有出現啦 或者說這個阿咖也有出書啦 大家都可以去買起來 看一看這件書 本來想買飲料的就省下來 因為你就不可了 噢不可了 噢 這樣子一個老哏 那就祝大家這個樂不可知 好 愉快啊 掰掰 掰掰 喜歡三角之珠的觀眾 抱歉啦 因為三角之珠主要都分佈在北部 所以比較 應該就是不會跟過來 我順便就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剛剛找到一些 我以前的照片 噢 以前這個肉鐵 青春的肉鐵喔 畢業旅行的時候 跟朋友在玩東西 然後 已經很想睡覺了 還捨不得睡覺 好的 噢 大概什麼時候啊 2007年6月28 嗯 有人說加一加看數字 有沒有什麼鬼怪的地方 你來嗨我吧 2加7等於9 9加6等於15 15加2加8等於25 25還好啊 比如說5減2